其實臨場的票都沒有特別好說 有齊歡唱在這裏 只剩7號的天生我財 由16倍落到11倍 叫做落了些票 看12檔白衣 起步都要啄兩啄 啄兩啄 定了就OK 出得不錯了 但是快點的馬 還有威威財星在開邊 有些白臂的就是可圈可點 另外大白臂的就是可圈可點 另外一隻又是深色衣服 就是天生我財都放在前面 再原來的馬 至於好新聞都出得不錯 中間的馬還有常山鳳寶 法公之星 再後多少的馬 然後到這個好快活 大法官組團還可以跟下 再後些才有霹靂槍在那邊 白白的衣服 再到精彩深輝都很厚 白臂王現在都騎緊 勢而輝煌 勁飛馳 來到這裏 見到出了頭的就是齊歡唱 帶來了大約半個馬位左右 威威財星已經開了邊 都不夠他跑 後面見到都微斷了 帶來了就是這個冷卻可圈可點 中間我們見到有這個好新聞 中間上來 前面還有這個法公之星 收薑爺馬 再贏一場就是齊歡唱 考第二的馬就是可圈可點 第三就是後面追上來的精彩新輝 好新聞有第四 這場要評論的事件都不會太多了 坦白說 沒有甚麼特別擠了 沒有甚麼成果 只是表演而已 那就是齊歡唱 可圈可點 正如你臨場所說 沒有話可說 不中 跑完都沒有話可說 不如他留給Sherley說吧 霹靂槍被牽網跑道時 觸碰到一條欄杆 到達起步點後 由首爾檢察國認為適宜出賽 而接近四百米很快活 就收眼避開天生我才的後題 當時天生我才向外邪跑 少了就告解天生我才的騎師 蔡明紹必須要加倍小心 另外賽後首爾檢察上山鳳寶發現流鼻血 而天生我才 賽後首爾檢察國就沒甚麼特別發現 拼來拼去拼得都拼不出來 有兩匹馬在賽前看 無論是試襲做的功夫 或者是神色都有些瑕疵 一隻是法公之星 一隻是精彩生輝 但兩匹馬在這場馬都跑得不太差 胡言知者告訴你 這對馬在現在的分數是好處